蝶妹其實在這個劇中 在現實當中 她是一個虛構的角色 對 但是她是一個好重要的角色 讓這整個劇情可以貫穿起來 所以當時要選這個角的時候 是溫真凌嘛 是 那你在選角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特別的想像 我覺得其實我一開始 我覺得 我本來是要找 純粹的比較接近原住民的角色 可是我後來 當然我有audition的上千人吧 可是我後來慢慢的覺得 如果不是專業演員 可能駕馭不了這個角色 尤其要講那麼多國語言 對 她要那麼多國語言 然後她還要去 而且她面對的所有的角色 她是面對所有角色的人物 在故事裡頭 然後我想 她又擔當了幾條線的重任 包括譬如說她跟李仙德 她那種翻譯一個servant 然後事實上 我認為最後是愛情 很多人看不出來 我覺得那是非常動人的愛情 兩個人都可能都深深的埋在心裡頭 在那個動盪的時代也沒有辦法去傾訴的愛情 那他們李仙德跟蝶妹 然後李仙德跟弟弟 兩個人被迫分到揚鑣 對 然後最後他們在尋根的路程又發現 卓其賭是她的舅舅 那個親情還有姐弟之情 那當然更多的是她當時郎喬帶給她的一些陰影 包括客家人 包括社寮財城這些族群 我覺得她其實是確實是就是 那當然就是說很多人說她好像就是苦了一張臉 就是永遠深做著眉頭 但是有著靈動的雙眼 好像就是心中很苦悶 是 對 可是那個就是因為她心中有一個結 對於自己原生的認同 其實從 其實那個我想那個時代幾百年 一百多年前那個階級的 是更強的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女子 弱女子 然後被捲入這樣一個時代的這種 漩渦裡頭 然後她面對的 都是比她所謂的社會階層高階的人 對 尤其是一個白種人 然後她的身分 更顯得她其實她的生命的一種 那種卑微跟渺小 然後在中間你看到 當然她最後其實我覺得最後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一個無能為力的這樣一個生命 然後最後她可能要犧牲掉 她犧牲了 然後換來這整個區域暫時的和平 犧牲了 因為我們最後看到那一幕 她死了 她被人開槍打死了 覺得好不忍 因為那個時候會覺得 她終於我們福爾摩莎公主 終於穿著那一身 就是等於說他們部落的正裝好了 這樣子終於現身了 覺得那時候還沉浸在一種好陶醉 然後因為你拍的每一個畫面都很美 然後就這樣好陶醉 然後 下一條 她就被開槍了 對 很多人都要問 誰打死蝶妹的 我覺得其實就像李仙德 最後再在轎子上講 是我們 是李仙德最後一句話 比奇林問他說 是誰幹的 好像是對 到底是誰幹 我們會報仇這樣 李仙德就是我們幹的 是你們幹的 是 是我們讓它捲入了這整個歷史的生活 所以其實一切的罪 還是一切的過應該是我們 那我覺得 其實我想停在那裡就好了 對 停在那裡就好了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爹妹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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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為了在山下生存 爹妹不願承認身番血統 而現實生活中 演員溫真林 父親為台日混血 母親是菲律賓和西班牙血統 流動四個國家血液的溫真林 年少時不理解 為何母親與別人不同 讓他一度排斥說菲律賓語 生長背景與爹妹雷同 天啊 你先說 咦 好 碼 我先說 最糟粥 也先說 我先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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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說 那 我先說 我小的時候也會有一點點覺得自己的媽媽是 她是菲律賓華僑 然後會覺得她是菲律賓華僑這件事情本身 她中文講不好是有一點點丟臉的 那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在一路長大以來長成一個比較強勢的人 因為我跟我媽的相處 或者是我必須要保護我媽媽 然後本來這樣子比較強或是比較困難的感覺 反而在蝶妹這邊會變成一個 只有柔軟才可以有更巨大的力量 這樣的感覺 溫貞玲學會與蝶妹一樣心靈強大而溫柔 更成功掌握蝶妹聰慧的個性 劇中使用台灣族語 閩南語 客語 英語 溫貞玲四種語言切換超流利 其實已經花滿多的時間在把麵道熟 可是要現場在情緒轉換的時候 還是會不小心有點跑掉 溫貞玲敬豔的演出大獲好評 尤其最終章蝶妹回歸部落時 溫貞玲家福爾摩莎公主 詮釋的悲壯妻妹 那 愛滋娃 夏米克蘭那恩 穿上原住民服飾 在美麗的西邊遭暗殺 蝶妹倒在西邊 以自己的生命 為那個時代的不安 拉下舞神序幕 一抹洋溢的微笑 這段演出震撼觀眾 更替全劇留下最美的一幕 所以到底誰殺死的蝶妹呢 就是那個時代下的一個悲劇 OK 不過我常會覺得說 你看他其實是在斯卡羅裡面 他是貴族的 可是他寧願去當一個仆役 他都不回去當貴族 我想這裡頭生命中的一個 掙扎是非常大的